从对女孩好的角度上来讲 肯定是希望劝你分手 因为这样的一个男朋友太靠不住了 仿佛看上去他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做得很过火 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玩火 而对于你的这一些 我都觉得是不是留你在身边 就因为你的气量还是比较大的好哄 换成其他的女孩子 可能早就会看到一句 别人问爱是什么 就走了 也有可能会再看到一句 比我女朋友眼光好就走了 然而你会一次一次的听他解释 给他机会 所以他留你在身边 那个问他说爱是什么的女孩 他完全可以告诉他 爱就是像我对我女朋友这样 因为我爱我女朋友 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不回答 这一句话就可以给他怼得死死的 你也同时女朋友看到了聊天记录 心里也是开心的 这说明的是那个女孩对你有益 但是你致死捍卫和女朋友的情感 绝不会在女朋友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出卖这份感情 但你没有 你也可以在那个女孩 假如爱你哈 那个女孩说要给他买衬衣的时候 直接就回复 别 我拿回去我女朋友会说我 这个钱你自己留着吧 假如那个女孩再往下试探说 反正我也没有男朋友 我看着衬衫好 你也可以说那你买给你爸爸 这是你对你感情最好的一种保护 不让我的女朋友有猜疑的空间 或者是心里头对我有那么一丝丝觉得侥幸的可能性 但你不 你一直在鼓励着那些女孩 哇买了衬衫那你比我女朋友眼光好 这样不就是鼓励着女孩下一次再买吗 买着买着你这一颗心不就被俘虏了吗 先俘虏了你的衣柜 慢慢的再俘虏了你的书包 把你所有的东西这一些全部换一遍 都是那个女孩买的 总有一天你会告诉她说 对不起我眼里所看到的全部都是那个女孩对我的付出 她太爱我了 你鼓励着别人对你好 处处还要装作 不是我这么想的 一方面为了避险 一方面又暗自制造机会 你制造的是什么 制造的是将来好有一天说 不是我 而是她对我太好 她对我死缠烂打 都怨我这该死的魅力呀 你把所有的罪过推给女人 你把所有的罪过推给你 让女人无法抵挡的魅力 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老实人 体面人 对女朋友专一的人 你如果说想把女朋友的心引回来 那么老老实实做一个对她专一的男人就行了 怎么样对一个女人专一不用我教 该怎么做看你 但我依然劝你女朋友离开你 你不能再靠俘虏女性来满足你自己的自信心了 这个女孩不必陪你成长成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